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人力资源工作 主要负责针对应届毕业生的招聘 换言之 我就是许多人口中又爱又惧的面试官 毕业生求职很辛苦 这我十分清楚 所以我从不板这里 有时还会和对方说几句掏心窝的话 更没想过故意刁难 在许多同学眼里 我大概是一位架着黑矿眼镜 顶了几根白头发 蛮和蔼的大叔吧 然而 即便我再温和 每轮面试过后 公司还是会收到两三个电话 四五封言辞激烈的邮件 立声质问 为什么录用名单上没有他 有时接起电话 听筒那边的人没说几句就抽气起来 竟然嚎啕大哭 最后天崩地裂 我只好劝他 姑娘 你先静静 咱这是找工作 不是找男朋友呀 找工作 其实不存在好与坏的 只有合适与不合适之分 公司与求职者各取所需 这笔买卖就算做成了 没看上眼 咱就另寻他处 不丢人 有些同学却如临大敌 把一次平常的拒绝 也要看作人生路上的重大挫折 如此心静下 做出诸如谩骂等极端行为也不难理解 而每到这时 我都会想起同事的一句感慨 输不起的人 真的活得好累 许多人的一生都在急功近利中度过 从出生开始 我们许多人的身旁就立了一根看不见的棍棒 他在年少时由家长挥舞 在成年后又转交到自己手里 没事就给自己来那么一下 生怕在和别人的攀比中落了下风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 弱点十分致命 你很难获得内心的平静 最直接的表象就是输不起 记得几个月前 我家小区楼下举办了一场善儿钢琴大赛 七八岁的小朋友轮番登台献议 场面十分欢乐 我鼓掌都把自己的手给震麻了 不料最后公布排名时 得了第二名的小女孩突然大哭起来 身边的人劝都劝不住 最让我意外的是站在她身旁的母亲 同样也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皱着眉 撅着嘴 不拿地音 不算完 这只是一个以娱乐为主的小区活动而已 不知情的还以为母女俩参加的是电视台青年歌手大奖赛呢 我并非神仙 无法占卜这个小女孩的未来 但如果名次与地位在她心中继续霸占如此重要的地位 想必愤怒与不甘 注定会成为她一生的主题 成功学在任何年代都十分流行 十年前 她的名字叫哈佛女孩成长史 十年后 她以各种鸡汤和励志书籍继续占领着人们的思想 许多人心里都憋了一股劲 似乎名语力才是通往美好生活的博二法门 但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一直在追寻的并非成功 而是幸福 消极情绪对于幸福感的意志十分显著 正因如此 我们才要学会如何正确处理挫折与失败 首先 咱要时刻谨记一句话 尽最大的努力 做最坏的打算 也有古信说 尽人事 听天命 两句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实际上 完成一件事情 你的幸福感是与心理预期成反比的 有句名言说 期望越高 失望越大 心理预期越高 在事情做完后 你就越倾向于 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 幸福感便会降低 只有降低预期 在头脑中将失败作为一种可能的结果 并提前接受 才能少些力气 多些淡然 以平和且坚定的心态面对挑战 毕竟 努力与付出 可以决定一个人非多高 而对于失败的承受与接纳 才会决定你衰多狠 另一种心理特质同样十分重要 关注自身 而非过度在乎他人 有句话 你肯定不会陌生 甚至你自己也经常会这样想 我一定要活出个人样 来证明给你们看 如此决绝 却又如此悲凉 过度在乎他人 自我缺失的状态十分可怖 比如有些人 一辈子都活在父母的阴影下 一句斥责就会让他放弃优渥的工作 与亲密的恋人分手 甚至和自己并不爱的人终老一生 我还见过许多人 同时的一个眼神 室友的一句话 都会让他得意洋洋或怒火中烧 内心的波澜 永无拧析 将他人的看法与自身的幸福感绑在一起 大概是这世上最赔本的买卖吧 五百年前的王阳明告诉我们 抛开他人的影响 学会聆听灵魂深处 跃然而起的声音 遵循本心 这是所有人都不该忽视的一项技能 值得我们终其一生去修炼 在汹涌如潮的内心世界里 我们需要风雨兼程 绝不轻言放弃的探险家 更需要观看秋月春风 一人一传 笃定前行的白发鱼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